舅皇叔 常听说这皇位是你让北侄儿 侄儿今日 便还你一个帝位吧 陛下 萧承煦专横不断 日赐忤逆陛下 弃压重臣 朝中皆治 不可侵扰 陛下 萧承煦任人为亲 朝中军中遍布找牙 不除空城大晟之患哪 陛下 如此乱臣贼子 怎值得赘尊 臣请旨 对天下公布其谋逆篡位之大罪 请陛下下旨 公布其谋逆篡位之大罪 你们说的 朕倒是 但是 朕还有几个问题 你们 说摄政王专横 请问 大晟的天下 有几分是他打下来的 你们说摄政王结党 那军中精锐良将 又有多少 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你们说他谋逆 可朕的性 终究是他救下来的 谋逆之名 有名无事 陛下 就算他朕有此疑 那又如何 他对大晟之恩 朕不能忘 他对朕之恩 朕亦不能忘 此等身后之名 朕给他也是应当 首书臣拟诏 摄政王定大胜江山 是为开 为孙儿不争 是为义 护朕周权 是为人 事后 便取开一人三次 此等功绩 以仁臣之礼 加封已是不足 朕今日 决定追封他为 皇帝 此后 大胜再无摄政王 只有开一人皇帝 陛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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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若陛下如此追封 死后沉将不辰 你们既然知道 沉将不辰 那就别来舞逆阵 舅皇叔 常听说这皇位 是你让被侄儿 侄儿今日 便还你一个帝位吧